! 哈囉各位五姐騎車的粉絲們大家好 我是你們說話不論選長的好朋友 邱雯很高興跟大家見面囉 今天來為各位介紹的就是這台 Toyota 2020年的CC好滑版 為什麼特別來介紹我們的CCR3R 它的阻被動安全系統真的讓我相當的有感 而它的阻被動安全系統有哪些呢 有酒瑜一一來為你細數喔 而我們這台CC它的阻被動安全系統有哪些呢 它有選配導車前移行車記錄器 而且還有標配 ACC、AED、ABS、CAS、GBD、ESP、HSA、LDWS、TCS、PPMS等阻被動安全系統喔 看到以上這些配備啊 你是不是相當的心動 那你就低估了我們CC的實力喔 它除了這些阻被動安全系統以外 它真的是注意到我們應該要注意而未注意的事項 而我們這些呢真的是CC太優秀了 它真的讓我們可以非常安心的 在我們在駕駛發生小事故啊之類的 它都完完全全幫我們去顧及到了 而且呢我們這台CC比起低階版本 還多出了哪些配備呢 配備的有 馬力扭力大 LED尾燈 前扶手 後扶手 後座出風口 駕駛座氣布氣囊 ACC 車道維持系統 燈阻被動安全系統喔 看到以上這些配備啊 你是不是相當的心動 而我們的內裝呢 表現也是相當的精彩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OK 進入車窗內呢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搭載的是 多功能智慧型方向盤 而我們右邊呢 有我們的定數 ACC 車道維持輔助 模式快控 而我們的左邊呢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的里程電腦 以及我們的音源 電話 藍牌眼影音快控 儀表板的部分呢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搭載的是 雙眼的設計 以及我們的數位儀表板喔 並且還可以看到我們最實際的里程書喔 來到我們中空的位置呢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搭載的是 多媒體影音系統 而這樣的位置呢 90比較下來 我個人真的比較喜歡 CC的這個位置 不僅呢 好操控 而且啊 他的視角剛剛好 下方呢 還有搭載我們的恆溫空調 再下來一點點的位置呢 這裡還有一個USB的孔 而在我們排檔桿的位置呢 這裡還有我們循跡方的按鍵 可以讓我們的好朋友們來做實用喔 而我們的後座呢 表現力也是相當的棒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來到我們後車窗呢 各位呢 可以發現啊 我們的CC後座啊 舒適度 真的有比前座來好座多了 而我們的後座呢 不僅搭載的ISOFIS 後面呢 還有四個杯架呢 可以讓我們來做實用 門邊呢 各有一個 而在這裡呢 還有兩個呢 的杯架呢 可以讓我們來做實用喔 並且啊 你可以發現呢 我們的這裡 還有後方冷氣出風口 可以讓我們的乘客呢 來共享我們車內的舒適喔 而我們的後車窗呢 表現力也是相當的棒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OK 來到我們後車窗的位置呢 各位可以發現啊 我們一般呢 SUV的車 通常的後進一箱的容量都不是非常的多 而我們的CC呢 它的容量呢 比起我們一般呢 SUV的容量 多出了一點點 也就是多了60公升 也是不如小補啊 接下來呢 各位可以在我們畫面上所看到 我們六四傾倒之後呢 它所呈現出來的一個 大空間的一個容量效果喔 而我們的引擎室呢 表現力也是相當的棒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來到我們引擎室呢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搭載的是 自然進氣 直列十缸引擎 CVT 七速手自排 最大馬力是140匹馬力 最大扭力是17.5kgm 市區油耗平均是11.2公里 高速油耗呢 是17.4公里 平均油耗呢 是14.5公里 絕對是一台 保值又高CP的好車喔 最後啊 也要來跟各位複習 我們的優點幾配備喔 還有選配 導車輕盈 行車記錄器 而且還有標配 ACC AED ABS CAS CBD ESP HSA LDWS PCS PPMS 等組備當安全系統喔 好的 跟各位總結一個重點 如果你要找一台保值 CP值又高 又安全的車 這台CC呢 絕對是你的撥二首選 我們網路約會價 只要702288 就可以讓你輕輕鬆鬆的帶回家 趕快呢 撥到我們預約專線 將有專能為你服務 保證推薦原版件 無事故 無泡水 無車身以及非法變造 更是通過 我們最公正的第三方ES認證 讓我們無甲騎車買車 讓你買的安心 開的放心 讓我們現場看測 一定要跟我們不認人說 你是看影片來的 還有網路專屬又會提供給你 我是你們說話不全轉 好朋友90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